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好了 下面我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3年的3月6号星期一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就在上个月 微信对公众号进行了改版 创作者可以发布类似小红书笔记的图文内容了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微信生态的变化也是越来越多 在去年年底广为流传的马化腾内部讲话当中 以短视频为主的视频号被称为腾讯全场的希望 而两个月之后 微信就在公众号的体系内 引入了小红书的图文内容形式 微信公众号为什么要做小红书 在图文内容的生态上 微信又将会面临怎样的挑战呢 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B站发布2022财年报告 游戏业务后进不足 UP主分成高达91亿 自2018年上市以来 B站的营收增速一直维持在60%以上的水平 不过3月2号 B站公布了他们2022财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财务报告 去年B站总营收219亿元 增速只有13% 这也是B站近现年来营收增速的新低 不过第四季度的净亏损是15亿元 同比缩窄了接近30% 将本增效出现成果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B站的营收主要是由增值服务 游戏广告和电商等等业务构成 游戏业务作为B站的大本营曾经一度占据着B站总营收的八成以上 但是四季度排名已经接近垫底 一方面是因为B站代理和联运的新游戏都没有出现爆款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B站已经上线的游戏产品大多都已经处于生命周期的中后期 对此B站的CEO陈瑞在电话会上表示 版号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更大的原因是玩家对于游戏品质的要求越来越成熟 游戏开发成本提升 新游戏成功率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最新财报和显示B站UP主的分成高达91亿元 B站解释这部分的分成主要是用在了对直播和广告业务中给UP主的激励上 可见在内容创作激励大幅度减少之后 B站将重心放在了社区的商业画上 瑞幸年度营业利润扭亏为盈 3月2号瑞幸咖啡披露了2022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财报 去年瑞幸收入同比增长了67% 营业利润达到了11亿元 这是在财务造假丑闻两年之后 瑞幸咖啡的首次利润转正 根据界面的报道 瑞幸这次的增长大多是依靠不断开店扩张所带来的用户增长 截止到去年年末 瑞幸门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8000家 同比增长36% 仅仅在今年1月 瑞幸就在全国又新开了400多家门店 高速扩张的同时 瑞幸高频研发新品的拉新策略 同样也为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用户增长 去年月平均交易客户同比增长了66% 另外财新的分析还指出 随着瑞幸在过去两年不断提升产品的价格 门店利润率不断地提高 同时运营的总费用占收入的比重也在下降 减轻了瑞幸在成本端的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财务造假事件逐步解决 瑞幸的成本项当中 与虚假交易和重组相关的损失和费用大幅减少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继续减弱 中通快递否认灰熊做空报告 曾经做空跟谁学和未来汽车的灰熊研究 在3月2号发布报告 报告指出中通快递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财报 和中国工商局的数据不一致 另外灰熊还认为中通高到可以媲美苹果的利润率 不符合快递行业的常识 股价至少有50%的下跌空间 中通快递在第二天中午也做出了回应 表示报告并没有依据 灰熊缺乏对公司业务模式和财务报告结构的基本了解 根据晚点的报道 中概股头一次被批量做空发生在2010年前后 当时新东方分众传媒就属于那批被做空的中国公司 根据国胜证券的统计 2010年到2020年有超过40家中概股被海外做空机构狙击 财务造假和信息披露问题是最主要的指控来源 我们早咖啡也在2月份上线了一期和做空有关的节目 以今年初印度首富做空为例 解读了做空机构是如何赚钱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不妨也可以来点击收听 亚马逊继续削减成本 停建第二总部同时关闭8家无人便利店 美国当地时间3月3号 亚马逊宣布将会暂停第二总部的建设 随着业务方向的调整 亚马逊还宣布将会在4月1号 关闭8家Amazon Go无人便利店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亚马逊几年前 就在全美范围内选址第二总部 并且最终敲定了位于华盛顿郊区的水晶城 这个园区的一期项目已经完成 二期项目还在建设当中 原计划是今年6月份开放 能够容纳8000名的雇员 亚马逊最初承诺在2030年前 向第二总部投资25亿 并且雇佣2.5万员工 疫情期间亚马逊迅速扩张 但是随着裁员以及部分居家工作成为长期安排 亚马逊也在重新考虑 全美多处的办公场所规划 不仅如此 亚马逊的无人零售业务也受到了影响 亚马逊在2016年 开设了首家没有收银员的店铺Amazon Go 主要面向繁忙的白领们出售 三明治零食等等商品 不过随着更多公司的员工选择居家办公 一些人流量减少的门店也被迫关闭 根据官方的消息 在这次关闭8家门店之后 亚马逊将会继续运营全美其他的20多家Amazon Go的门店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起来聊聊 微信为什么要做一个小红书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2月16号 微信官方公众号微信派发布了一则推文 标题叫做今天换个方式见面 这篇推文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但是排版的方式却和小红书十分类似 图片会出现在最上方 用户可以在手机上横向的滑动来浏览所有的图片 标题和内容则出现在图片的下方 用户可以对新版的图片消息点赞收藏或者是分享 其实微信类似的动作已经酝酿过一段时间了 早在2022年的8月 微信公众号就对图片消息板块进行了升级 当时就有媒体认为他们的内容界面与小红书笔记有几分神似 而在最近的一次升级当中 微信一改公众号多年以来的限制 次数上限也从140个字扩充到了1000个字 可以说微信公众号的读者能够在微信里面用小红书了 那么微信为什么在公众号中推出类似小红书的功能呢 原因之一小红书近几年的强势增长 根据品玩的报道 2013年创办到现在的小红书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以海外购物 海外旅游内容为主 第二个阶段是美妆社区时期 教年轻女性如何变得更美 买得更对 第三阶段的内容则更加泛化 逐步带上了生活指南的属性 帮助用户生活得更好 从2018年开始 小红书的用户快速增长 一年的时间里 用户数就增加了两亿多 相当于过去多年的用户总和的三倍 根据天风证券的一份研报 小红书的人均单日使用时长 从2018年的26分钟 增加到了2021年的55分钟 相当于抖音的四分之三 在2021年的11月 小红书完成融资之后 估值超过了200亿美金 在当时是B站市值的两倍 微薄的四倍 小红书的崛起 也让许多互联网大厂 都意识到了 用户内容分享的商业价值 开始推出一系列 对标小红书的产品 根据CBN Data的报道 从2018年到现在 字节 网易 阿里巴巴 京东 等等互联网大厂们 至少有15次 尝试打造另一个小红书 其中字节在海外 推出的种草APP LemonAid 全球下载量 已经接近2000万次 用户主要集中在 泰国 日本和印尼等等国家 而微信作为国民应用 越活跃用户数 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0亿了 在没有出海战略的情况下 微信的用户数量 已经接近了国内人口的天花板 近几年也一直面对着 增长乏力的困境 微信主要依靠增值服务 和广告来盈利 然而在腾讯 去年已经发布的 三份季度财报中 腾讯的社交 及其他广告收入 出现了连续下降的情况 所以一直避免 过度商业化的微信 也不得不承担起 腾讯的业绩 加入到围攻小红书的 互联网大厂行列中 原因之二 短视频时代后 图文结合的内容模式 社交网络的内容形态 在过去十几年 不断发生变化 从单纯的文字图片 到现如今 无处不在的短视频 抖音和快手 都已经成为了 月活超过六亿的内容平台 微信也选择通过 视频号的形式 加入到短视频的竞争 不过在短视频之外 还有新的内容形式 那就是小红书的图文结合 和拍摄剪辑短视频相比 图片和文字结合的形式 创作门槛更低 以至于最近两年 抖音甚至一直在 完善自己的图文功能 优质的图文内容 还会获得 基于搜索量 和收藏量的现金激励 尽管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通常也是文字加图片的形式 但是一旦涉及到 文章排版等等问题 还是需要登录PC端的 后台来操作 而新版的图片消息 把文字复制到手机后台 再加上几张图片 就可以直接发布了 那对于微信公众号的 创作者来说 也降低了发布内容的门槛 原因之三 给不同的创作者机会 在2012年上线之后 微信公众号就成为了 文字内容创作者 最为看重的渠道 无论是个人创作者 刚刚出现的新媒体 还是转型到 移动互联网的传统媒体 都纷纷投身到微信 这个几乎每个人 都在使用的平台上 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 新的内容创作者 越来越难被关注到 研究机构Quest Mobile 曾经对微信公众号的数据 进行了分析 微信用户当中 有八成的人在看公众号 但是其中大部分人 关注的公众号 少于20个 更糟糕的是 微信用户 打开微信公众号的次数 还越来越低了 根据品丸的报道 前几年 微信公众号的平均打开率 只有2%左右 也就是说 50个订阅者当中 只有一个人 会点开文章来阅读 公众号的参与者 越来越多 但是却变成了 少数人的狂欢 微信实验群的总裁 微信创始人张小龙 曾经在两年前公开表示 短内容是微信 一直要发力的方向 寻发功能应当 将文字 图片 视频 等等形态 都囊括在内 除了朋友圈之外 微信还缺少了一个 人人可以创作的载体 因为不能要求每个人 都天天写文章 一位业内观察者 在接受CBN Data的采访时提到 不少创作者 是小红书公众号双期作者 但是受限于产品的形态 他们必须将短内容 改成一篇文章 才能够在公众号当中发布 现在公众号也可以成为 笔记发布的一个新渠道了 那么微信想要在公众号里 做一个类似 小红书笔记形态的产品 会遇到哪些挑战呢 挑战之一 小红书深入人心的形象 在小红书的众多用户当中 不少人已经产生了 欲试不决小红书的印象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小红书替代了搜索引擎 在日常生活场景当中的决策作用 小红书自己也把原来的生活方式社区 这个不太容易理解的定位 改成了去年广告语中的 两亿人的生活经验 都在小红书 那除了用户的粘性 小红书也吸引了众多的商家 在上面投放 现在的小红书既有创作者的内容种草 也有品牌广告的直接投放 挑战之二 图文模式冲击公众号生态 现有的微信公众号 已经承载了微信的各种任务 打开订阅号消息 你既能够看到正在直播的内容 也有腾讯 在大力推广的视频号 再往下 才是各个微信公众号的推文 其中甚至还会穿插一些广告 新增加的图文模式 会让公众号的生态更加复杂 特别是长文的内容创作者 从2018年开始 微信把公众号的排布 改成了时间线打乱 按照兴趣推荐的信息流模式 有媒体发现 公众号信息流中 三天前发布的文章 和刚刚发布的文章 会紧挨在一起 而不常读的公众号发布的文章 可能要下滑很久才会发现 当然目前图文模式才刚刚推出 能以什么样的频率 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还是一个未知数 那聊到这儿 我们也很想来问问你 你最近几年阅读 微信公众号的频率 会有什么变化吗 你会看好微信在公众号里 再做一个小红书吗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来聊聊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在周三一早再见了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 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 和微博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了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 我是个人的生动早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